2013年韩国明星全智龙来北京颁奖 颁奖的主持人是杜海涛 他见到偶像十分激动 甚至语无伦次 竟当场单膝下跪给偶像颁奖 并请求合影 这一幕让在场几千号观众大跌眼镜 当时全智龙一出场 杜海涛就对着他大喊我爱你 一旁的李湘察觉到不妥 他随即微笑提醒杜海涛 不要这么激动 几千号人看着呢 粉丝们也直勾勾 看着杜海涛手中的奖杯 希望他快一点颁奖 不要做什么过分的事 可是见着偶像的杜海涛 两眼放光激动不已 完全没把李湘的话听进去 也没看出粉丝的担忧 反而更热切请求偶像合影 这下可把在一旁的李湘急坏了 他从杜海涛掏出手机那一刻 就一直实眼色提醒海涛 可惜偶像当前杜海涛完全丧失理智 根本听不进任何劝靠 等到杜海涛如愿以偿和偶像合完影后 李湘非常不满 对杜海涛说到已经拍了一千张了好不好 言外之意还是那句话提醒杜海涛赶紧颁奖 毕竟颁奖时间也是有限的 然而没想到的是 令人瞠目结实的一幕发生了 杜海涛是颁奖了 但是他是跪着颁奖的 所有人都看呆了 杜海涛缓缓单期下跪 双手送上奖杯给杜志龙 在场的人无不震惊 看着给自己下跪的杜海涛 杜志龙也有点懵 他立刻90度虚弓 赶紧把杜海涛扶了起来 目睹这一切的李晨 也是看不下去了 半开玩笑对杜海涛说 海涛你好歹也是超级偶像 矜持一点嘛 杜海涛听完后 依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不妥之处 他指着杜志龙直呼 超级偶像的鼻祖在这里 节目播出后 杜海涛因为此事引起不小争议 许多网友认为 男儿膝下有黄金 可以跪天跪地跪父母 但跪一个韩国明星 算怎么回事 特别是作为一个中国人 给韩国人下跪 更是极大的耻辱 事后杜海涛也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 诚恳发文道歉 表示自己只是追心心切 一时忘乎所以 没想到会造成不良影响 虽然之所能改 山摩大烟 但杜海涛在观众心中的形象 还是受到很大影响 特别是2017年 主演了一堆史诗烂片 更是遭到网友谩骂 很多人直接表示 杜海涛和电影不合 估计投资方看到这句话 也要急哭了 当初就怎么选了他来演呢 或许我们是时候认识一下 真正的杜海涛了 何大人引发的一场 送礼风波 由队友杜海涛 紧急删减 闲鱼一事推向高潮 连夜删掉 寄卖粉丝后援礼 想明哲保身 却不料马前尸体 不知是不是 该探一句 精明反背精明误呢 而杜海涛何时又与精明挂上了勾呢 出道起点高 是他身上不可忽视的标线之一 当初在闪亮新主播 分别拿下一二名的无星杜海涛 这些年在快本 却活成了知名隐情人 大家都觉得 有何老师这样的神队友领着走 杜海涛像是站在队伍中 躺赢的职场幸运儿 怎么说呢 像那种努力考上名校毕业后 却选择找个体制工安心养老的人 但杜海涛可是比何大人更精明的那个 坊间传闻 杜海涛的身家早已经上十位数了 他可是谢纳盖国章的快本最富的隐藏富豪 今就今在 这位主背靠大山 闷不吭声把财发了 大家都知道 混娱乐圈不比当公务员 同行力求或业务或话题拔尖 好像真的只有杜海涛像是在养老 业务能力斑斑2018年主持湖南卫视春晚 他口误将交通银行说成招商银行 这在主持行业算是致命错误 但口误犯错的杜海涛第一反应不是旧场 而是根本没反应过来 在队友提醒下对完台本的他 在场上直呼完蛋了 甭以为碰壁后的杜海涛 能够稍微注意一下作为主持人的修为 但之后又在综艺心动餐厅里 再次向观众展示自己堪忧的行章 他对着被花边新闻缠身的吴亦凡 公然聊恋情 还直接问吴亦凡接触异性的机会多不多 大家也不知道他是真心在内涵反反 难道是功课没做足吗 嘉宾的哪些点需要避讳 他好像都不是很清楚 也难怪吴亦凡面对杜海涛时 表情一度十分尴尬 2016年3月在鲍贝尔婚礼上 杜海涛再次在人尽皆知的 闹伴娘事件留下姓名 当时新郎与伴郎团联手 准备将柳妍抬起来扔进水中 后来贾铃来阻止 别人都撒手了 只有杜海涛还扯着柳妍的腿 试图把柳妍扯下水 当天晚上杜海涛的微博 还滚屎神差的出现一条 只有两个字骂人的微博 最后秒杀微博 行为真教人匪夷所思 最离谱的是这件事过后 竟是柳妍出来道歉 那群伴郎让一个女孩子出来道歉 也真够心安理得的 说到杜海涛娱乐圈 还有一种声音 她是怎么能够配得上沈梦臣的 其实论招黑体制 两个人真的还挺般配 这两人在刚被爆出恋情时 沈梦臣还是那个被冠以心机 伤为骂名的人 在医美观念不如现在普及的八年前 她的原装脸都曾被视作黑点 和好姐妹拍照时 披图只披自己 在沈梦臣发的一张 和超模刘文的合照里 她面庞精致 甚至原本1.69米的身高 出来的效果竟比1.78米的刘文还要高 只有旁边的地砖 在悄悄诉说真相 但如今把时间拉通往回望 观众们竟然开始很难讨厌沈梦臣了 这一路走来 她明明配得上一句 乘风破浪 颜知情商均在线 有颜有脸有身材 特别是拍浪姐的时候 更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可谓是才华横溢 这也让很多黑粉对沈梦臣 黑转粉收获了如潮般的掌声 但就是这么一个优秀的女孩子 在爱情里也是卑微的 沈梦臣曾在节目中 自爆和杜海涛吵架冷战3个月 自己还因此患上精神性厌食症 一度爆瘦到90多斤 最后实在撑不下去了 还是沈梦臣主动打电话求和 两个人才慢慢和好 看到这不仅有网友就发问 沈梦臣对杜海涛就这么卑微吗 回想之前杜海涛在心动的信号里 和张涵聊起生孩子的事 那句满脸傲娇脱口而出 有人给我生 这一句让旁边的张涵十分尴尬 虽然大家知道他是指沈梦臣 两个人如今感情也非常好 但这句话让很多网友觉得 对沈梦臣非常不尊重 有一次杜海涛去拜访准岳父岳母 送的礼物竟然都是贴着 应援的粉丝礼物 连标签都没撕 不少网友表示杜海涛这样 实在太不尊重人了 毕竟是女友的父母 怎能如此糊弄呢 一些网友也是表示 真不知道沈梦臣 看上杜海涛哪了 对于这样一个杜海涛 悠悠们又是怎么看待的呢